这里来看到的题目是这里的填充的第二个部分 然后呢 这个题目的话呢 他给的曲线呢 有了温度还有了湿度的一个变化 然后问你有关的一些叙述 我们先看一下右边的图 再看他问的问题好了 那右边的图的话呢 他现在给的叫做从一天的凌晨零点 一直到晚上23点24点的每个小时的记录 那每个小时记录的话呢 这里有两条曲线 你应该有发现呢 六七八点这附近应该天亮 然后之后呢 太阳光光下山了 所以呢 应该这两个线条你不会看错吧 这条 应该代表的是温度 因为白天温度比较高 然后夜晚温度气温是比较低的 那另外呢 这里我用的蓝色的线条的话呢 你应该有感受一个气温 另外一个就是湿度了 所以呢 这湿度呢 就用相对湿度R去看百分比为和了 那通常晚上的时候相对湿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晚上会容易有入睡 那白天的话呢 太阳光光起来通常相对湿度比较低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白天晒衣服比较有作用 来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左半边 他到底问什么咯 来左半边的话咧 我们看一下咯 第一个 他问的叫做 水气量如果固定 那么温度越高 相对湿度是怎么了 水气量固定 所以呢 这里要先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到底什么是相对湿度 什么是相对湿度 相对湿度知道之后 我们再回头去看 水气量跟温度如何影响 所以我这里写了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来相对湿度的话呢 以前就讲的 在相同的温度的话呢 做比较 该温度能够达到的最大的水气量 就是所谓的饱和的水气量 跟实际呢 那一团空气 他所拥有的水气量 或者水气压 两个相处的百分比 所以呢 等于相对湿度要看的是 该温度下 该温度下 到底他的这个饱和水气量为何 然后实际有多少 那老实说呢 如果按照这件事情 题目已经有给我们一个提示了 题目给的提示叫做水气量固定 也就该空气块的实际水气量的X是固定的 所以会动的是谁 会动的是这个Y 会动的是这个饱和的水气量 因为饱和水气量跟谁有关 跟温度有关系 如果你记得的话 温度越高 饱和的水气量的话呢 这个H2O呢 当然也会越大 如果你记得这件事情的话 如果不记得怎么办 来我左边画的这一张图 就是为了你的不记得了 来左边这一张图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咯 这张图的话呢 横轴我给的是温度 纵轴呢 给的是水气的含量 水气含量 单位体积到底多少公克量的水气 或者呢用水气压百帕 蓝色的线条上的点都是在饱和曲线上 所以相对湿度是百分之百 V点没有饱和 所以如果要算V点的话呢 就是做一件事情叫做 去看V点这个没有饱和的同温下的他曲线上的点 到底饱和的水气量为何 然后再看V点实际拥有多少的水气量 然后再看V点实际拥有多少的水气量 就这两个相处就对了 好 所以呢 V点呢 没有饱和你就要学习呢 刚才的市值去算饱 喂饱和的时候的相对湿度 那另外呢 这里的一件事情就是呢 题目呢 第一个说的是温度越高 相对湿度怎么了 就是这里写的 温度这里有C点跟A点 C点在这里 C点温度比较高 A点在这里 A点的温度比较低 C点跟A点的温度不一样 结果呢 温度越高的C点 要打饱和水气量要比较多 A点温度较低 要打饱和水气量就比较少 所以我这里才写温度C比较大 饱和的涉水气量 水气压 C也比较大 意思 来再看一下这里的格子 想要问的问题咯 格子说水气量固定 所以刚才讲的那个分母 实际的水气量 等于这里的分母跟分子如何了 实际的水气量的分子是不动的 而分母的话呢 饱和的水气量 随着温度的改变就有所变化 所以我这里写好了 实际的值不会动 百分比也写好了 来这里的饱和水气量 如同我刚刚讲的温度越高 这个分母的数字就越大了 所以现在呢 它的话温度是变高的 所以数字变大 所以才会说相对湿度会变小 这是第一件事咯 来第二件事情 它说了两个时间 所以我们就可能得慢慢看咯 一个时间叫做呢 凌晨三点 一个叫做二十点 它告诉你相对湿度怎么了 好了又问了一堆了 我们先看三点跟二十点好了 因为没有看到图也会没有感觉 来三点的话 差不多这里我用橘色的 它问相对湿度 所以应该是看蓝色 差不多在这里附近 然后二十点 三点二十点对应过来 蓝色也差不多在这附近 所以才会说相对湿度 看起来都是百分之六十左右 所以第一个格子 事实上从图可以看出结果 那之后它又问了什么呢 它问了 它说相对湿度一样 二十度的时候温度如何 所以水气量如何了 来看清楚 大家相对湿度呢 都是六十特性 那我们看温度 温度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三点跟二十点 一个白天 没有哦 都是夜晚 只是一个叫凌晨的三点钟 温度看起来呢 就这张图 三点温度看起来 差不多这里 可能快一度吧 不到一度 然后呢 二十点的话呢 我们的温度看起来在这里 三度左右 三度附近 也就一个一度附近 一个三度附近好了 那我直接写的叫做一点 看起来叫做一度附近 我写一度C 然后二十点的话 看起来说三度C附近 所以他们的温度有所不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市值了 来刚才的市值是这样子的 一样回到相对湿度这一个算法 所以呢我们刚才题目本身问的等于呢 我们的RH相对湿度都是60% 结果呢我们现在如何呢 我们要去看到底我们的实际的水汽量谁比较大 水比较小 所以改变的是谁 他们的温度不一样 水汽量宝喉的量也不一样 刚刚呢有看到这个宝喉曲线 所以温度越高的话呢 它的水汽含量 打宝喉的时候 水汽含量越多 所以呢这里呢 才会说一件事情叫做 我们呢H2O呢 实际的H2O这里如果是定值的话 等于温度越高 温度越高相对湿度呢是越小的 那就这个题目的话呢 它等于我们控制的呢 不是在控制这个实际的水汽量 而是呢会说的叫做 我们的相对湿度是一样大 所以我这里才是RH一样大 所以温度是不同的 等于温度呢是比较高的话呢 我这里写T 这应该指的是T20点的时候的温度 跟T3点的时候的温度 也就是刚才讲的 20点的时候的温度 我把它放大好了 也就是说呢 20点的温度的话呢 是3度C 然后呢那个凌晨3点钟的时候呢 温度是1度C 所以这里才会写呢 晚上的温度比较高 那温度比较高 实际呢 它们的水汽量如何了 当然呢考虑的就叫做 大家呢这里都是RH60% 所以呢宝盒的水汽量如果越大 我们的实际的水汽量就会越大 所以呢我们的宝盒的量是比较大 温度比较高的20点的时候比较大 所以就造就了20点的时候呢 它们的宝盒水汽量比较大 乘以60%也造就它的实际的水汽量比较大 所以这一些呢等于都在问的是 你到底有没有把宝盒这件事情 实际的水汽量等等等 这样子的宝盒曲线跟表格把它给搞懂 如果有搞懂你应该就觉得这题目很简单 没有搞懂就祝福你继续努力加油啰 就到这里